第36回 昨天說到 半面羅薩說燒雙劍客就是她的丈夫 臉被揚州大俠公孫剛正的獨生女公孫蘭害成這樣 小雷問 那我公孫蘭 你怎麼認識她呢 那時候她經常去我家 即是你們原來沒什麼仇口 沒有的 那她本來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的結拜姊妹 即是你和她的交情也不錯 我本來一直當她是我的姊妹 什麼事都遷就她 不過 你就不可以把丈夫也給她 是不是這樣 我本來一點都不知道 有年的中秋節 她是請我和我丈夫去她家過節 又拼命灌我喝酒 我那天喝了很多 想不到她居然趁我喝醉酒的時候 和我丈夫上了床 那你既然喝醉酒了 又怎麼知道這件事呢 他們 他們 他們太大膽了 就在我隔壁的房間做過種事 半夜 吵醒了我 那就是你聽到他們的聲音 我沒有 但是我好像被鬼迷了 突然之間 就想到那間屋裡看看 我看到他們 我好生氣 我 公仙蘭 嚇得走了 我就在後面追 所以 當時我真的很想鑑生捏死她 那最後呢 最後 最後我就變成這樣 為什麼 因為那裡是她家 她父母兄弟見我要殺她 再一起夾手夾腳捉著我 把我丟進他們家的尊瑤那裡 想鑑生燒死我 那麟朝英她沒有來救你的嗎 她那時候又那麼遠就那麼遠 連影都不見了 唉 這件事對一個女人來講 真是太過悲慘了 這件事本身也太過曲折 不過大家真的仍然想不到 小雷為何會跟半面羅撒來講的這件事 這件事跟剛才發生的事 簡直好像吳拉奸那樣 不過 有一件事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 各位燒傷劍客 真是死有如辜 小雷又問 今次跟那件事發生之後 江湖中人 就以為你死了 是不是 因為他們想不到 我居然沒有死 公孫世家 還為我出面 扮了個很風光的喪事 那為何你又不死 天無絕人之路 也是我命不該絕 他們發夢都想不到 那晚這麼巧有人去偷他們的磚 那即是那些偷磚賊就救回你了 是 不過 當時我半邊臉都燒焦了 我沒有面子見人 我寧願別人以為我死了 從此之後 沒有 我不單止樣子變了 我連心態都變了 嗯 那所以一年之後 江湖中 就突然間出現了個半面羅撒 是嗎 是呀 因為從此我才知道 做人一定要心狠手辣 才不會上當 我聽說 你後來將公孫蘭一家四十幾口人全部綁起來 先來脫掉他們半邊臉皮 再將他們扔到一個沒人找得到的地方 讓他們等死這樣說 是不是 是 我在個尊瑤裡頭 我常過等死那種滋味 我一定要他們都嘗嘗這種滋味 他們整家 沒有個好人 公孫剛正雖然不剛正 但是他們是八卦門第一高手 他們一家人的武功都不差 你又怎能把他們一家人都綁起來 他們家裡是吃井水的 後院那個井是附近有名的甜水井 用來沖茶 很滑 很好喝 他們是世家 連博人都很講究喝茶 那即是你在那個井上下了藥 我下了一點點這麼多 你下的是什麼藥 那種藥叫做君子散 是種什麼藥來的 是一種毒藥 會令人暈陀陀陀 會令人暈陀陀 會令人暈陀陀 重的就會沒命 那種藥 為什麼叫做君子散 因為那種藥 就好像君子一樣 溫良平和 害了人之後 人家還是一點都不知道 那你剛才說 是不是在那壺酒裡也下了這種藥 我下了一點點 你下的是什麼藥 君子散 啊 他兩個是一唱一和 做相聲 最後這一句 才是畫龍點睛 那現在大家明白了 共孫江正一家武功都不差 如果不是因為種了這種君子散的毒 就絕對不會一個一個 全部被半邊羅撒綁起 全部武力反抗 那這種君子散當然是一種 無色無味 那就是利害之極的毒藥 如果不是 共孫江正一家人 有不少是老江湖 那怎會連一個都不發覺呢 聽到這裏 趙武記的臉色都變了 突然間 用兩隻手掩著肚子說 呃 糟了 柳三家 立刻問 什麼糟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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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三家一句說話都未說完 小雷已經拼了他的手 順勢點了他五六處月島 穿紅裙的姑娘 嘆了一口氣 她說 唉 人也都厲害 郡子散也都很厲害 小雷大聲說 哈哈哈哈 你服我啦 我真是佩服之之 趙武記坐在那裡 眼睛定定 好像不懂得動 連一連 立刻衝過去問話 高湖酒真的有毒啊 趙武記就回答 假的 高湖酒沒有毒啊 沒有啊 那 那你為什麼又說閉 就是因為沒有毒 所以就閉 我們硬硬說裡面有毒 說得似乎層 但是走裡面明明沒有毒 一點毒都沒有 你說閉不閉 小雷這時候大笑話 哈哈哈哈 若果不是我說得似乎層 劉三家這隻老狐狸怎麼做我計 是呀 連一連居兄還不明白 他又問趙武記說 酒裡頭既然沒有藥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 我怎樣 你好像中了毒這樣 哈哈哈哈 好像中了毒 就不是真的中了毒 差很遠的 小雷就說 若果不是他幫我做這齣戲 哪會有這麼真、這麼似 連一連又問 你怎麼知道他會幫你做這齣戲 哼 因為我也知道他不想讓劉三家帶他回去 半面羅撒這時候又和大家針酒 連一連又忍不住問他說 公孫江正家的後院真的有個甜水井 是啊 你真的在那個井裡下毒 嗯 不過 這些酒 你沒有下毒 好嗎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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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多事情問 不過我很喜歡你 所以我要告訴你 有兩件事你一定要記住 如果你要騙人 一定要記住 你騙人的時候 不可以全部都說假話 你一定要說三句真話先 等人家都相信你都相信你都相信你 你才再說句大話 那人家就相信你了 哦 哦 那有道理 那有道理 嗯 當然 如果你不想被人騙 那你一定要記住 井裡頭有無毒 和酒裡頭有無毒 完全是兩回事 哦 哦 那的確是兩回事 呵呵呵 這個道理明明很簡單 但是偏偏很多人都不明白 那如果個個人都明白這層道理 還必有人上當啊 呵呵呵 就是因為很少人明白這層道理 所以 世上 天天都有人被人騙 天天都有人騙人 這時候 小雷舉杯 趙無忌也舉起酒杯 小雷看著她 突然之間問話 哈 你好像 不會那麼容易上當 趙無忌笑那次說 呵呵 整天上當就不好玩的了 哈 你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喜歡說話了 不應該說的話 還是不好說好 嗯 你是個聰明人 我們不是仇人 如果你跟我走 我一定給你一個副教主 我給你做 你又要走嗎 哼 你想想 一個什麼都見不到的人 怎麼知道我會在這裏 怎麼才會找我 一定有人告訴他 那就是 除了他之外 另外一定有人知道我在這裏 我如果不想被人找到我 你說我是不是應該去走人 嗯 那你跟不跟我走 那你跟不跟我走 如果比著你是我 你會不會跟我走 那我就不會 有什麼事 因為 我要做就做教主 做副教主就不好玩 不好玩的事 哪種人才會做 蠢子才會做 那你聽我像不像蠢子 那你又不像 那 不過我要告訴你 如果我找另一個人做我副教主 他誰都不肯 他就一定死定了 那幸運我不是另一個人 哼哼 幸運你不是 各位 有種人 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如果他要來 沒有人知道他何時來 沒有人阻止他 如果他要走 也沒有人留得住他 小雷就是這種人 很快就會走 帶上那個 就算沒有被他點著月道 也偽到死下死下的柳三更一起走 奇怪的是 沒有人問起個妙秀人徐 這些人 你又不關心我時 我又不關心你 那小雷是否真的有辦法 能夠控制他們 還是他們對小雷有什麼企圖 無論如何都好 小雷一定可以照顧自己 所以照毛記又沒有提醒他 只是希望他不要太過如意 一個人如果每件事都很如意 以後就變成不如意 年一年就好像害怕趙毛記 會問他別的事 還沒等趙毛記開口 他們搶著說 我知道你們師兄妹見面 一定有很多事情談的 我不陪你們了 我都很累 我先回去睡 說完就走了 屋裡頭 立即剩下他們師兄妹兩個人 穿紅裙的姑娘勉強小笑她說 你怕想不到 突然有個師妹來找你 你好像沒有師妹的吧 我沒有 你怕想不到這個師妹就是我 我的確想不到 你扮得比真女人更像女人 我這樣做 真是迫不得已 你有麻煩嗎 好大麻煩 有幾個很厲害的仇人正在找我 我已經被他們逼得走投無路 所以才唯有來找你 他們是什麼人 我不想你幫我去對付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很厲害的 我不可以要你為我去冒險 我也知道 你一定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所以 我只不過想你讓我在這裡暫時躲下 他們絕對不會找到來這裡的 我本來也不想麻煩你 唉 如果你覺得不方便 我隨時走都行 唉 什麼話 我們是不是朋友 我希望是 一個人有困難的時候 不來找朋友找誰 穿紅裙的姑娘 看到趙無忌這樣說 就用很感激的眼神來看著趙無忌 不過等趙無忌一轉身 馬上嘴瞄瞄 他來這裡 變為了備仇 他是來殺人的 他要殺的人就是趙無忌 現在他未曾動手 是因為他未有把握 殺得到趙無忌 他現在在後緊機會 因為他 就是趙無忌新交的朋友李玉堂 也就是堂玉 趙無忌另轉身 看著窗外面那些不同樹 想了很久才會說 你不可以留在這裏 為甚麼 因為我明天早就要出門了 留你一個人在這裏 我不放心 那我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我當是我的家屬 我叫人給你準備一輛大車 你的仇人 一定找不到 那你打算去哪裏 我打算 入四川 那好啊 各位 當然好啊 路上面他有大把機會動手了 加上 一進到四川 更加是揚入虎口 正一是合了河車 對他心水 他忍不住問說 我們打算何時起程啊 聽招一早就走了 那各位連公子 是不是一起去呢 他不會去 為甚麼 因為 他怕我打拆他的頭 趙武記似乎很開心 他本來都很喜歡幫朋友 何況這次入四川 千里迢迢 有這樣的朋友陪下多好啊 他一直把這個朋友送回客房之後才走 唐玉等他走了之後 幾乎忍不住想大笑幾聲 哈哈 這魂趙武記 你死定了 那比起以前趙武記一回來 暗夜都好 肯會吵醒了些人 叫些人陪他聊天喝酒 因為他人很喜歡熱鬧 不過這次回來 就似乎轉了性 雖然不知道愁眉苦臉 傷心到哭 但是他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風流灑脫 又講又笑了 他的心色都收了很多東西 也沒有那麼容易被人騙得到 他走回自己的房間途中 突然之間 見到大院的遠處有微弱的燈光 時光時暗 那裏是他父母的書房 自從他父母過世之後 那裏一直都凋空了 很少人去 現在是半夜三更 更加不應該有人去 但沒有人怎麼會有燈光呢 於是 趙無忌就走過去了 書房裡頭果然有個人 這個人居然是連一連 他好像在那裏找東西一樣 屋裡頭 個個書櫃 個個櫃桶都被他找到戀七八糟 趙無忌靜靜靜地走進來 走到他身後面看著他 然後突然出聲說 你在找什麼 找到沒有 連一連嚇了驚 馬上回頭嚇到呆了 趙無忌又說 如果你找不到的 我可以幫你找 這個地方我熟樂過你的 連一連慢慢站起來 拍拍的衣服 他居然還笑得出 他說 你猜我在找你 我猜不到 我當然在找珍珠寶貝 難道你聽不出 我是個賊嗎 哼 如果你是個賊 那你肯定餓死都可以 為什麼 就算不餓死 肯定被人抓住 脫了衣服 吊起來 鑑生打死 因為你不得省精 笨手笨腳 哼 你這樣偷東西 左右三村的人都聽得到 那你現在是否想把我 把我吊起來 這樣脫了衣服這幾個字 他就真的不敢說 趙無忌又說 我只不過想問你幾句話 我問一句 你又回答我一句 如果你不說 我就 你 你就怎樣 你最怕我怎樣 我就會怎樣 連一連聽他之後 臉都紅了 心跳加速 趙無忌問 我知道你不是姓連 亦都不是叫連一連 你很快點說出來 你究竟姓什麼明什麼 來這裡想做什麼 為什麼陰魂不散要纏著我 啊 你真的一點都看不出嗎 我看不出 如果一個女孩子不喜歡你 會不會來找你 不會 那你就應該明白 別人為什麼來找你了 我還是不明白 你真的是那隻豬來的 就算我是那隻豬 都是死豬 哼 連一連聽他這樣說 哼 這樣笑了聲 就在他笑的時候 已經整個約起 一揚手 有幾件暗器就打了出去 嘿嘿 各位 好近距離而已 那究竟趙無忌避不避得開呢 我就明天再說了 好幾件 我打聽我 謝謝你 再說到一件事情 我會不會做的 GL套 Tob聽我 有幾件事 做一件事 這是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